第一则是一个蛮有趣的案子啦 就是关于一对夫妻他们的关系 我们来给镜头看一下 由于一个手术的关系而发生了变化 因为这个丈夫他是结婚后变成女性 具体的时间是本地就有一对夫妻他们注册结婚就像很多人一样 但是在他们2015年注册结婚之后的短短 应该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 这位丈夫就到医院应该是做了那个变性手术 然后 所以她的那个妻子是不同意的啦 我相信双方是同意的 因为她并没有交代她的事 这位夫妻因为这个手术和变性的关系 就分开还是怎么样 不过问题就来了 是因为她做了这个变性手术之后 她可能是自己主动到那个移民与关卡局 申请说得要改可能IC上面的那个性别嘛 你换变性就是把原本男性改成女性 然后她 其实这个涉及几步骤啦 首先她换了自己的性别之后 然后就引起了这个婚姻注册局的注意 因为本地是不承认同性婚姻的 就同性婚姻并不 本地法律是不承认同性婚姻的 所以她把自己的性别 官方性别更改了之后 就变成说她也是女性 她的妻子也是女性 这样她们原有的那一段婚姻 就变成是不被承认 不是说就是签一签 然后就一辈子 就是还是会 对对对 因为她是手术前注册变成夫妻 但是注册成功之后 却两人都变成了女性 所以由于本地法律不承认同性婚姻的关系 所以这个婚姻注册局的 就解除了她们的这个婚姻记录 然后其实除了这个移民与关卡局 婚姻注册局之外 整个事件又陆续还有一些发展 然后她们可能之前就以这个夫妻的名义买下屋子了嘛 但是由于她们婚姻不再被承认的情况 她们这个屋子也必须得交还给当局 所以到了现在她们只能就交还了旧有的屋子之后呢 得要以个人的名义 单身在那个单身购物计划之下 再买一间较小的主屋 所以这个一个变性手术前引出来的好一段的这个故事了 所以目前她们还是在什么追究的那个 对对对 就她们接到通知说这个婚姻不被承认了之后呢 就当然是不满啦 所以根据我们今天的报导她们有意上诉 她们会入禀这个高庭申请司法检讨要求呢 她们会能够恢复她们双方的这个夫妻关系 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到Yunice就说法律就是这样子 就是没有错 是 那个婚姻注册局在下决定的时候也有提到一点 就是说她们有注意到这对夫妻在结婚之前 就其实可能已经有那个 打算嘛 就是那位丈夫已经有这个变性的打算了 所以她们认为这样子可能不妥当 她们就可能以为可以钻漏洞这样子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但是当局就认为这方面不妥当 但是无论如何 根据现有的法律就是不承认这个同性婚姻 听说为什么她突然决定要换 其实是已经计划当中了啦 这个是有其中的可能啦 因为报导中也提到说 这位丈夫原本她的性别是男的 这位丈夫她在注册跟她的女伴注册结婚的时候 已经被发现说她的名字 还有她的穿着都跟大多数的男性有些区别啦 我的理解就是她可能装扮的比较女性化 而且可能她也取了一个名字这样子啦 一个女性的名字这样子 至于名字这方面啦 她们根据报导就是说她们在2015年9月 注册结婚的时候分别是用她们的分别是用Faith 还有Brice这两个英文名字的啦 Faith应该是就是一个女性的名字 女性多用的名字吧 嗯 然后 有人说 Jasmine Wood为什么妻子要让老公变成女儿身 就是已经是计划当中了啦 嗯 然后 Uni是觉得说 要避免以后有其他人模仿 就是 目前就是她们在追踪 也不知道法律会怎么 那么 会不会允许她们恢复那个关系啦 我现在不知道啦 她们 现在就是针对这个解除婚姻的这个决定 她们要上诉啦 嗯 但是最终结果 上诉结果怎么样还没有 嗯 好